自动刹车的通电动势 将下锡盘的温度设置在80 上锡盘70 首先我们将屏幕螺丝拆卸以后 将屏幕顶到镜头 打开机器开关 吸住 然后开松上锡盘 让屏幕靠着它 打开机器开关 屏幕吸住以后再锁定 转丢螺丝 再加热一分钟左右以后 我们开始对屏幕进行上锯分离 上锯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 是这个地方 从下锯合到链锯分离 再加热一分钟左右 就能当下锯分离 这两个谁比较高 在这里 在这里 安锯分离 遇到有卡的时候 我们可以手动辅助 开一下机架 开以后可以速度加快效应 现在已经到达机架位置 我们可以用手慢慢的翻开 你看我们翻开的时候 转轴是在接合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把锁定选流锁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对该手机进行拆卸电池 把电池扣拆掉以后 拆电池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我们不需要拆卸排线 所以这个支架是非常方便和精准的 然后我们分离完以后 下面我们可以把屏幕拿下来 按一下真空键 就掉下来了 这个是总成的分离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尽量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锁定选达好 这个时候可以把锁定选达好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锁定选达好 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这儿中